PS0技术入门第61课 钢笔工具绘制曲线 A小节 我们新建一个文档 因为钢笔工具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 并不是很容易掌握 所以我们分几个小节来去强解工具的使用 在操作过程中 我们碰到的一些要使用的快捷键 就上面的这几个Ctrl,Shift,Alt 还有那个推出键,还有控制键 因为我们要控制方向线 方向点 要控制锚点,平滑点,以及脚点 以及他们今天的各种这样的转换 再加上需要鼠标跟键盘这样去配合着去操作 所以我们先有简单的先开始 然后慢慢的进入各种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先回顾一下上节讲的 就是用钢笔工具绘制直线 我们先复习一下 绘制直线就比较简单一些 直接鼠标点击 松开再点击,再松开再点击 它是就是点击一下,松开一下 然后就可以创建各种各样的这种直线的这种路径 如果我们要完成绘制 那么按这里有快捷键就可以使用一个ESC 就是键盘左上角的那个推出键 我们按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我们按Ctrl键加点击 鼠标的点击 就是按住Ctrl键点击一下鼠标 也可以结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路径的绘制 如果你想去移动这个锚点 我们在不切换工具的情况下 按住Ctrl键 鼠标会有一个变形 会有一个白色的这样的一个鼠标的一个形状 我们点击这个路径 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路径的这个段 就是选择这一段 我们点击这个锚点就可以选中这个锚点 点击这个就选中它 我们拖动它 也可以 比如我们选中这个我们就可以拖动它 选中这个就可以拖动它 这是锚点的移动 如果我要删除某一个锚点 我们还要先选中某一个锚点 选中的也是按Ctrl键 然后鼠标单击 然后右击 先选中 然后可以放手 然后删除锚点 或者是按键板上的Delete键 也可以删除 也可以删除一个锚点 删除 删除 我们也可以全选Ctrl键 这样直接把它们都框住 这样也可以把它们全部选中 然后键板上的Delete键也可以直接删除 这是基本的一些操作 以及回顾一下咱们上几个绘制直线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绘制曲线 绘制曲线跟直线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曲线需要我们去拖动鼠标 就是在创建锚点的时候 需要拖动一下鼠标 那个直线直接单击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曲线需要拖动一下 比如我们点击这个时候的鼠标不要松开 比如说我们往左拖 当然你可以往任意的方向拖都可以 我现在就往左拖一下 然后我们在他下方再创建一个 但你可以在任意的方向去创建 去点击下一个锚点的位置 这样的我们就已经完成了这一个路径的创建 完成就可以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路径的创建 我们再来一次 鼠标按住 我们刚才是往左拖 那么我们现在是往右拖一下 然后在其他的任意的位置 这样的就完成了另外一个路径的绘制 我们再绘制一个 点击标松开鼠标 然后依然是往左拖动一下 然后再点击 也是往左拖动一下 这样的就可以绘制成一个S型 我们再绘制下一个 点击 拖动 点击 拖动 我们就画了另外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 接下来再讲解一些需要注意的小问题 比如我现在需要移动一下某一个锚点 那我们可以按住 Ctrl键 就变成了一个选择工具 我们单击路径就可以选中这个路径的这一段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拖动锚点 或者拖动这个方向点 拖动方向点 也可以拖动这个锚点 这也一样 点击它 可以拖动这个方向点 也可以拖动这个锚点 去改变它的位置 改变它的形状 可以任意的去拖动 这S也一样 我们点击它 去移动它 去改变它的方向 都可以 这样的都一样 这是简单的移动 移动锚点 就是控制 控制方向线 控制方向 控制方向点 控制锚点 当然因为我们画的是这种曲线 就是弯曲的这种线 所以呢 它们 它的这个锚点呢 就叫做平滑点 在上节课呢 我们讲解的是画的是那种直线 所以呢 它们之间的那种 锚点呢 就叫做脚点 平滑点和脚点都是锚点 只不过呢 它们所处的扮演的角色不一样 平滑点呢 会有方向线跟方向点 然后脚点呢 就没有 就没有方向线和方向点 然后留一个小作业 就是大家 把这个 两个括弧一样的 就是可以练习无边 还有把这个 把这个S和这个R这个形状的呢 把它们也练习五遍 好了 咱们A小节就到这里